原标题 赖清德诗言爱哄开当局行政院被改名功德院 中国台湾网12月1日讯 开当局行政院长赖清德24日参加1966掌照服务专线开通活动 至此时尽勉励薪资仅有3万多元 新台币下同的照服员可以当成做功德 做善事一席言论引发争议 事隔数日有网友发文表示 30日晚间搭乘公车时意外发现台当局行政院站台被改成功德院 让民众全校翻贴切 这谁改的啦 真是太功德了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赖清德日前出席活动至此时指出 照服员在照顾老人可能会想薪水只有3万多元 好像不太划算 工作条件已经超过忍耐的程度 爱心施展会有一点点困难 但要当成功德台湾的社会理念 这是一个做善事的行为 一番功德论遭民众很批示讲该话 不久后赖神出面回应 表示是自己话没有说清楚 因此造成民众误解 更强调从来没有要求照服员以做功德来取代该领取的合理薪水 并重申台当局行政院一直非常重视照服员的薪资 关于照服员底线所面临的困难也与卫妇部有一套机制 是在尽量将薪资提高的情况下认定那是在做善事 功德并非是要以道德喊话放任心资恶化 不管 显然 赖清德这意义解释并没有获得认同 不仅有家庭照顾者关怀 总会发布新闻稿 炮轰喊话要赖清德来一日工作体验 就连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也在脸书网上讽刺 赖清德应该可以改名叫赖功德 但不料赖神大名还未懂开当局行政院就先被改了 一名网友发文表示 30日晚间与朋友聚会后搭乘公车准备返家 不料却贺见公车站牌上的行政院竟然被改成了功德院 还附上照片组证 之后询问众人有没有院长功德强到连公车站牌都改名的八卦 中网友见到行政院遭功德淹没后眼 是纷纷笑道 这篇汇报有够贴切 到底谁改的啦 真是太功德了 是逢日下 人心很功德 行政院怎样可以变功德院 里面有哪一个人是领30k的吗 推啊 让赖清德知道自己到底在做啥 责任编辑 诗经 这篇汇报的按钮 请 请点赏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Near 谁 saarrive